通過以前就設置的衛兵哨所映入眼簾的是全新整建完成的旭丘指揮所 在基隆市政府秘書長方定安以及市政府文化觀光局長江廷梅等人陪同下 陪同基隆市議會議員考察團到這處 位在中正區鎮榮街山上曾經關押過前台灣行政長官陳怡 以及西安事變少帥張學良充滿神秘軍事色彩的旭丘指揮所 整建完成之後硬體建築融合日式和原有陽式建築 可以俯瞰基隆港西岸以及港嘴 依山傍海風景秀麗 讓從來沒有來過這裡的基隆市議會 目前連任八屆最資深的前議長張芳麗市議員 也感到驚艷和讚嘆 其實我們這個地方真的很少人知道 我們一定要把它帶動起來 其實這個如果來做那個婚宴的場所也不錯 那為什麼做婚宴的場所 因為它周遭的那個景觀特別好 景觀雖然說它的場域不是很大 但是你在做一個小型的也好 小中型的也好 你就把這個氣氛帶起來 我們犧牲一點 市政府犧牲一點 人家要來這邊做 人家要來這邊做 人家要請最有技術的廚師 他來這裡 我告訴你 薩米切不是隨隨便便可以切 家庭主婦也可以切薩米 這是你切得對嗎 這樣而已 其實放在嘴巴裡面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這個地方趕快叫很多 你說叫人家來帶人家來看 來看你不要說我要說你多少租金 不要想我們 人家說頭領家也要一杯米 你先讓人家有這個泥頭 人家就自然會來 如果你說開放說 我這邊要讓人家做婚宴免費的場所 免費的場域 我告訴你 太多人來 所以基本上你覺得說這邊還是可以跟 這個餐飲 甚至半年有什麼 對 因為這個地方人都是一樣 我們到南部去旅遊 什麼地方都是一樣的 只要有人住他就不會跑 你住進來他就不會跑掉 你住進來你要用什麼東西來吸引他 從前市長林佑昌爭取經費診件開始 到現任市長謝國良接手後 真正診件完成 市政府文化觀光局表示 耗時將近三年 又因為物價波動通膨的關係 總共耗資將近一億五千萬元 終於整件完成 局長江庭梅也說明 旅秋指揮所短中長期的經營目標 其實我們今年會重新找一個招標公司來針對整個旅秋的整個的一個標注的一個年限以及它的一個規劃使用重新做整理 那除此之外我們會委辦這個招標公司他們來去幫我們找合適的廠商 那其實在先前我們已經做了很多的努力也找了很多的集團跟很多的品牌來看 那目前需求它有一些先天性的一些條件的一些不足 那未來當然長期我們還是以招標能夠OT調為主要目標 那短期內我們還是會運用文化觀光局 以及或者是文化基金會去策辦一些主題性的活動 先讓大家看到 所以這也是我們現在目前的一個規劃 雖然整建完成 但是到目前為止 因為還沒有找到適合的業者接手經營管理 考慮到維修保養問題 也還沒有正式對外開放 因此基隆市議會特地安排前往考察了解各種原因 以及未來營運方向 對於整建後的硬體建築以及自然景觀 都讓參觀的議員們非常驚艷 也親眼見識到曾經是台灣八景之一 有著旭丘琴藍美名的旭丘指揮所 另外市議會也安排到已經委外經營開放的要塞司令部考察 參觀目前在展區內展出的積木特展 也到舊公車處整建完成委外經營的必應音樂夢想基地 體驗開演唱會的感覺 議員們也特地上台和各項樂器合影 享受成為搖滾樂團樂手的樂趣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